阿们 三一神做我们的构成 存在享受生活和商贤 建造要用鸡 珍珠和宝石 父是田头 子是生命树 灵是生命流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平安喜乐 我是来自屏东九炉香照会的叶小平姊妹 灵后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 就是已过 看啊都变成新的了 我得救二十年 却一直浪荡在世界中 追求流行时尚 让母亲非常担心 去年一场激烈的腰痛 我不得不持续工作 来到台北调养身体 不久才被主寻回来 恢复聚会一个月 我就来到了壮年班 刚来时我善境都看不懂 不会翻 也不会祷告 就像刚得救的新人 一切从零开始 为了本主导演被讲的声言操练 我常躲在厕所 准备到半夜一两点 因着这样 我常向主流泪哭诉 主啊 带领我前面的路 虽然过程十分辛苦 但我从没有放弃的念头 主知道我的节目 光照我要竭力的进入每一堂课 在声言训练课程中 教师说道 如果我们每天享受主 却不敢起来为主声言 就无法建造基督的身体 我因此大蒙光照 竭力起来操练声言 现在我在分主导演被讲时 我也能起来操练鸟看及总结 回到当地照会的生活 更是周周神言 训练使我过新造的生活 成为我人生最大的转捩点 母亲看见我的转变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我终于能够让他放心了 赞美族训练使我生命长大 且在身体中尽功用 毕业后我愿奉献自己 在当地照会与弟兄姊妹们一起配搭 学习服饰 并投入福音的开展行动 成为活儿尽功用的肢体 以建造基督的身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平安喜乐 是来自台北市招会 六会守的周丽颖姊妹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以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年轻时因全心投入事业 导致亲子关系紧绷 三年前得救进入招会生活 三个女儿也相继得救 但我却不知如何以他们建立属灵的交通 在壮年班每天有二十分钟的午间祷告时间 刚开始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渐渐的主引导我 闭上外面的眼睛 真心的呼求 哦 主耶稣 主啊 求你洗净我 主啊 与你有亲密的交通 就这样我以主有了更深的连结 主光照我 孩子需要的是主话与生命的供应 于是我请小女儿 帮忙用电脑打作业 借此让主的话进到她里面 不久小女儿愿意与我一同成心 也开始主日聚会和声言 也为着亲子福音 与我一同开家服饰 这样甜美的佩搭 让二女儿看得非常的羡慕 赞美主 现在二女儿也开始过招会生活 我两个女儿今天都有在现场 现在我家满了基督心香之气 只做了我与孩子之间的和平连锁 我可慕继续过祷告的生活 也要一直打开家 牧养亲子 牧养亲子 建造基督的身体 阿们 祈其耶路撒冷的山衣 成为我们的享受生活和彰显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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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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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